市府指疫苗接种范围扩大 包括25000名纽约市警察在内的更多人 现在有资格接种第一剂疫苗 同时75岁以上长者感染情况严重 市府对该年龄层群体发出警告 纽约市卫生专员乔克希医生 今天对75岁以上长者发出警告 指过去30天的确诊病例增幅 以及新冠住院和死亡人数令人不安 根据乔克希的说法 在最近的一周75岁以上的人群中 感染率接近12% 在全市总数中 75岁以上人士的新增病例占6% 住院人数占30% 死亡人数占58% 该年龄段的感染率比全市七天平均 养性率高出三个百分点 超过一半的新增病例被认为是社区传播 38%可能为家庭传播 同时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今天表示 州府同意扩大接种范围 所有属于EA范围的人士 现在可以接种疫苗 包括了家庭护理人员 警察以及从事应急或医疗工作的成交人员 纽约市的目标是在周日前为至少1万名 纽约市警察接种疫苗 目前纽约市每10万人的住院率为4.21% 新增病例达到3845例 七天平均养性率为9.25% 在所有愿意接种的EA范围人士 接种疫苗后 EB范围人士将开始接种 其中包括了老师 更多警察和消防员 以及交通运输人员等等 白思豪正在推动扩大EB范围 至包括所有75岁以上长者 目前EB范围将涉及6万人 更多疫苗接种站点将在纽约市开放 与此同时 30%的医护人员选择不接种疫苗 市府正在加大力度推进更大规模 更快速地接种工作 新增的接种地点为布朗克斯的歌坛诊所 位于杨基体育馆附近 该诊所一直为社区成员和医护人员 提供新冠检测 如今也将提供疫苗服务 游市医院系统管理 接下来纽约市的学校建筑和其他地方 也将开放临时接种站点 同时 市府在未来几周将开设 这五个大规模接种站点 每个地点可容纳数千人 提供免费快速的疫苗服务 遍布五个区 不过市府需要州府的批准和支持 推动这项工作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今天表示 在周日 其中五个站点将与另外三个 卫生局的疫苗中心一起开放 这五个站点位于布鲁克林的综合大楼 和布朗克斯的巴斯盖特工业园区 皇后区曼哈顿和史坦顿岛的地址还未公布 该计划要求这些地点每周七天24小时开放 而其他三个小型的疫苗中心 位于布鲁克林的布西维克教学园区 皇后区的山顶高中和南布朗克斯的教学园区 交通维权组织交通替代发布报告 详细说明单车停车位不足 同时汽车司机也对于缺乏停车空间表示不满 此前交通维权组织交通替代发布报告 详细说明单车停车位不足 以及对于增加交通工具的需求 报告还指2020年单车盗窃事件上升了近30% 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单车被偷 交通运输局回应指 去年已经新增了1100多个单车位 今年冬季还将增加更多 运输局还指对单车车架进行了维修 与此同时随着汽车车主飙升 公共交通的使用量在疫情期间下降 停车场的竞争也随之加剧 根据纽约州汽车管理局的数据 在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区和布朗克斯 去年8月至10月的登记车辆数量 同比增加了37% 户外用餐在去年9月成为永久性设定 也占据了大约1万个停车位 长期以来 汽车司机抱怨纽约市的共享单车计划 集中在修建新单车道和巴士道等 占用了重要的空间 而公共交通倡导者认为 市府应该重新规划街道 鼓励使用公共交通 缺少停车位已经在社区引发了紧张局势 部分司机表示绝望 指因为找不到停车位 被迫违规停车 还有司机指 有邻居使用橙色圆锥障碍物霸占车位 纽约州州长库默呼吁使娱乐用大麻合法化 计划在周三宣布提案 这是纽约州州长库默多年来 第三次尝试让大麻在纽约州完全合法化 该提案呼吁设立一个新的大麻管理部门 负责监督大麻的使用 包括娱乐用途大麻和已经合法的医疗用途大麻 对于在打击大麻的执法行动中受到严重影响的群体 该提案也将为从业者提供机会获取执照 使他们在新的娱乐用大麻市场中继续营业 库默在2019年和2020年 两次尝试大麻完全合法化失败 这是第三次提出相关提案 2019年 纽约州放宽了对持有少量大麻的刑事处罚 并删除了许多个人背叛持有大麻的侵罪记录 库默的提议仍然需要来自摇摆区 民主党人的支持 他们一直担心大麻合法化会导致更多的鲁莽驾驶 和未成年人吸食情况 民主党的自由派批评库默2020年的提案 认为库默没有专门把资金用于改善大规模监禁 以及不公平逮捕持大麻人士的种族差异化问题 库默已经提议将大麻税收存入基金 该基金可用于鼓励少数族裔加入大麻产业 以及推广公共健康行动等等 库默希望新提案能为纽约州带来急需的税收收入 然而即使是大麻合法化的支持者也在强调 纽约州在未来几年内不会从大麻合法化中获得任何收益